来看看新闻榜 前下起了狂风暴雨 南洋溪瞬间暴涨 由于水位上涨速度太快 有关部门决定封闭 包括南洋大桥在内的 三座主要的桥梁 建议民众改走替代道路 在新北市新店清潭溪 溪水暴涨 雨水没办法流泻 就往两侧民宅流进 当地的居民抱怨 这样的情况 二十多年来都没有改善 只要是下大雨 民众就得熬夜守护家园 一整夜的狂风暴雨 还让新北市驱齿出现了泥石流 低洼地区淹水达一层楼高 一些民众受困家中 只能够爬上屋顶 等待消防队救援 另外在大汉桥上 也发生了车辆翻覆 不过驾驶员很快被救出来 截至到目前 全台已经有包括 台北 新北 基隆 宜兰 屏东等19个县市宣布 停课停班 新北三峡 新竹坚石等地 已经达到了泥石流警戒 连夜紧急撤离数百名居民 最新的数据显示 虽然暴风圈 已经笼罩了台湾各地 风雨持续增强中 但是据分析 未来将会有转弱的趋势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